借坛相依,贫民视角,美国热搜,让你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Hello everyone,我可是你们的老朋友,叠叠天天 在去年12月29号的那期,我们报道了爱国粉红们,围攻艾罗马斯克的事 今天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抨击特斯拉在中国一家特殊转营店的开业 马斯克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让我们先从现任的这条推特看起 他们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特斯拉在新疆开设一家新的专营店 新疆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据称那里的虐待和惨酷镇压中国维吾尔族人的地方 维吾尔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的探索CNN的这个报道 他还有写道 近年来,该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缘正式热点 也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来源 根据最近通过的一项法律 华盛顿实际上已经禁止进口在那里制造的产品 该公司在其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的认证账号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新的展厅位于新疆首富乌鲁木齐 拥有350万人 这家汽车制造商最在中国遇到了一些挑战 包括大规模的召回和来自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尽管如此,这家汽车制造商报告称 去年前三季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然而,在新疆开设专营店的决定 可能会被证明是有争议的 并凸显出中国对西方公司来说那里是多么充满政治色彩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 美国的活动人士对特斯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就看到了ABC新闻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美国活动人士呼吁特斯拉公司关闭 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一家新的专营店 那里的官员被指控虐待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ABC的这一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上周五,中共的纪律机构威胁要抵制沃尔玛 此前一些购物者在网上抱怨称 他们在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 在中国的门店找不到来自新疆的商品 去年12月,全球最大的电脑芯片制造商 英特尔公司为要求供应商禁止从新疆采购货物而道歉 此前官方媒体对该公司进行了抨击 网上有言论呼吁抵制英特尔的产品 中国是特斯拉最大的一个市场之一 该公司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家工厂于2019年在上海开业 包括大众Volkswagen,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mpany 在内的其他外国汽车品牌在新疆也有展厅 有这些汽车制造商的中国合资伙伴运营 大众还在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工厂 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都报道了特斯拉的这一商业举动 我们也是看到了《华盛顿邮报》的《Washington Post》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特斯拉因在中国新疆开设展厅而面临抨击 那里的维吾尔族人面临迫害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有写道 特斯拉积极在微博上活跃的首席执行官 埃罗·马斯克·伊朗·马斯克 长期以来在中国享有特别高的人气和官方认可 尽管最近的指控称 马斯克经营的另一家公司SpaceX旗下的卫星 对中国空间站构成了风险 引发了强烈反对 这一声明招致了穆斯林活动团体的谴责 无论是来自西方组织和消费者 还是来自中国政府 美国公司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在台湾和破坏维吾尔族等问题上表明立场 那么今天在推特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在第二条就是ABC新闻的那个评论区最上面 我就看到了他特地写了这个 就是heads up 像这样的话题讨论 可能会很激烈 别忘了屏幕后面的人 所以一看推特就知道 这个评论区的这个讨论会很激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网友没看到这些新闻之后 有哪些想法 首先我就看到这位网友说 先去抵制NBA怎么样 同时看到这位网友说 那么因为维吾尔人受到了中国的压迫 维吾尔人不允许拥有特斯拉经销商 更大的压迫来解决压迫 在我看来 在那里增加一家特斯拉经销商 是支持当地民众而不是压迫他们 还有这位网友说 旨在一个地区抵制有什么意义 他们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货原材料 仍将赚取数十亿美元 还看到下面的这位网友说 所有爱隆马斯克的粉丝们 做好你们自己 不要和别人比烂 还看到这位网友说 特斯拉为什么要与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呢 全世界都对世界各地发生的暴行 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仅仅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看到这里 我想先问问我们美国热搜 DaydiUp的观众 你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新闻之后 和网友们的评论 你自己有哪些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我们美国热搜 就到Ilon Musk的推特 看看他是否对以上的报道有回应 我们就发现他在1月2号 发了这样的一条莫名其妙的推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网友们是怎么解读 这一条像推背图一样的神秘推文 那整条推文就是一幅照片 一只老虎趴在地上头朝前方 后面有一只手正在叙事待发 准备用指头来弹击老虎的高碗 画面上只有一句话 就是2022年预备搞事 那马斯克到底是想要表达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网友们的猜测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发了这张照片 确实我当时看到就觉得有点意思 还有这位网友 没有太看懂 他就请求了网友们的帮助 他就说 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几条网友们的猜测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简单的说是冒险 老虎在被击中他的高碗后会发疯 但他愿意冒这个险 还有这位网友说 埃龙对中国还蛮了解的 还有这位网友说 在中国立法中 2022年是虎年 让我们看看那里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选的这几条评论已经接近真相了 我学中文学了十年 我就试图来解读这张照片的背后的意思 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 明年是虎年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眼下之意就是 你摸了老虎的屁股 就惹大麻烦了 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另一个角度看 这个推文的发布日期 是在1月2号 也就是新疆专营店开业的那一天 把这两个角度联系起来 就解开了这条神秘的推文 在新疆开专营店是有很大风险 但我马斯克明知山有湖 但偏向湖山行 非要摸摸老虎屁股不可 当然如马斯克所预料的 舆论风暴如期而至 根据以往马斯克曾经用 中国股市发过推特 他肯定有一个中国问题顾问 所以说这个解读是靠谱的 那么我们美国热搜的观众 是怎么样解读这个推文呢 请留言分享 随着环境的变化 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 今天也是有了另外的说辞 在环球时报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中国电动车的质量也很好 特斯拉也不是不可取代 如果卢比奥和其他美国人 希望特斯拉亏损 那么受最大的伤害的 肯定不是中国人 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网友没看到老虎的这个推文之后 有哪些想法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LOL就是 laughing at loud 就大声笑嘛 At Twitter 允许这种外宣推文 但封禁了我们自己的国会议员的账号 那这位网友就在说 推特最近永久封锁了 格林议员的推特账号的这件事 还有这位网友说 明知之举 胡锡进是天生的汽车推销员 也是有这位网友的观点 如果我们所有的纠纷都是商业纠纷 我们就能更好的生活在一起 然而 国家之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也有这位网友说 胡锡进以竞争资本主义为工具 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 那么我们美国热搜的观众 看到了这所有与特斯拉有关的新闻之后 有哪些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 推特上面的热题 那最近我们美国热搜 也是关注了一个热题 那就是中国对海外舆论的影响和控制 今天北欧的瑞典 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动作 我们就看到了 The Telegraph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瑞典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致力于保卫国民免受虚假信息 宣传和心理战的侵害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步地了解 The Telegraph的这一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新机构的任务是打击虚假信息 提高民众在面对这些影响时的抵抗能力 瑞典内政部长米开尔·丹波格 在10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虚假信息是对瑞典的民主、决策者和我们的独立的威胁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丹波格表示 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将是保护瑞典的选举不受到2016年和2021年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那种影响 兰德·霍尔姆表示 该机构的45名员工将与瑞典武装部队以及媒体、大学和中央政府等公民社区成员合作 以加强瑞典的心理防御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网友们看到The Telegraph的这一份报道之后有哪些想法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是时候了 是多年来 我们知道俄罗斯、朝鲜、中国和其他国家公开和积极地参与了这种活动 但我们却袖手旁观 这件事必须迅速处理 还有这位网友说 好主意 不过我们很难在美国实施 因此我们最危险的宣传大多来自内部 还有这位网友的说法 瑞典成立心理防御机构来反击来自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的宣传 终于有人清醒了 还有网友说 天呐 美国太需要这个了 还有人说这个真的是 嗯嗯好消息 那么大家看到瑞典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 有哪些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CNN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周一世界上五个最大的核大国承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这是在东西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发表的罕见的团结声明 CNN的报道还有写道 这份由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同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核战争没有赢家也永远不能打 由于核武器的使用将产生生源的后果 我们还确认只要核武器继续存在 就应该用于防御目的 威慑侵略防止战争 这份声明发表之际 世界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已升至近几十年来罕见的高度 在欧洲 俄罗斯正在骑乌克兰的边境 集结军队 这引起了华盛顿 伦敦和巴黎的警觉 在亚洲 中国在自治的台湾岛周围的军事活动增加 加剧了北京和华盛顿 及其太平洋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国承诺遵守1970年 核武矿散条约MPT 这条约规定了他们有义务 真诚地就有关早日停止和军备竞赛 和核采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网友们怎么看这个新闻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这是脱口秀大会吧 还有网友说 希望这能凑效 还有一些网友不太相信这种新闻 看到这位网友说 这永远不会发生 还有这位网友说 一旦能源武器成为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声明之后有哪些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推特上面的热题 我们就看到了许多网友在讨论 BBC World的这份报道 他的官方推特这样写道 大白菜换香烟 西安居民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一物一物 那我们就进步的了解BBC的这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社交帖子显示 当地人用香烟和科技产品 欢需食物 自12月23日以来 约有1300万人被限制在家中 这些严格的措施 是在农历新年和定于下个月 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之前出台的 一夜之间宇宙市发现只有三例病例后被关闭 这些病例都没有症状 一位微博用户说 无助的市民已经来到了一物一物的时代 土豆被用来交换免签 然而一些人则更为乐观 他们评论说 邻居们和他们分享物资的好意 让他们多么感动 西安是中国目前COVID疫情的中心 当地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在网上招致了强烈的批评 那么了解完BBC的这个新闻之后 我们就一起了解网友们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有这位网友说 这背后的讽刺之处在于 他们在践行自由贸易 而不是国家控制的交易系统 之后就由这位网友来恢复楼上的评论说 只有在国家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之后才会发生 虽然我怀疑其中一些可能是故意的 是的兄弟 我真的不相信你用你的游戏机 换了两个包子和一包方便免 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BBC World的这份报道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那么在今天的最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油管上的好玩的视频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伟大发明播出 但是今天呢 他就给我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机器 保证你以后在餐馆里面吃意大利面 不会遇到困难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再也不用担心你这个意大利面吃着不方便 他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机器 就会自动让这个剪刀帮你来切你的意大利面 那么看完了好玩的视频之后呢 我们这期美国热搜Daily Up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关注 同时呢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和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next time 我们周五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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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